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觉得这辈子过得好不好? 好啊 一听就是不好啊 那个声调勉强的好吧 就这样的 实际上是不好 为什么不好? 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老辈子都有一句话 人生不入义事情十有八九 什么意思呢? 十件事情里面有八九件实际上都是不入义的 就是自己的愿望并没有真正的实现 人生不入义事情十有八九 有人问了 老师能不能做到 如意的事情达到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 可以做得到 你要掌握技术方法 首先你要了解这个不如意 为什么不如意 你想东它非得来西 你想南它非得来北 人的生命能不能由我们自己来掌控 我想怎样就怎样 古人说得好 心想事成 所以这下看着你们中文水平还是不错的 至少老师提一个心想 你们还知道事成 心想事成的秘密在哪里? 改变 改变什么?很简单 我们生命中有一个很关键的要词 你要拿到这个生命的所词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改变 你如果拿不到这个要词 打不开生死之门 打不开你自己想要的光明之门 那么你想改造命运是一个假的 为什么?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 我们的DNA是不能改变的 因为来自父亲 来自母亲 也就是你想选择 是没得选择了 有的人说 负债子还不公平 凭什么父亲的债 妈妈的债 祖先的债 要我还呢 现在法律规定 父母死了 儿孙不用还债的 是不是? 凭什么这个功夫界 灵界还要负债子还? 我说也可以不还 有一个方法 你要像挪扎一样 你们知道有一个风声演义里面有个挪扎 挪扎最后生他爸爸妈妈的气以后 把自己的身体怎么什么 肉啊 全部的都还给自己的父亲 还给自己的母亲了 结果他的灵啊 一灵不昧 昏昏悠悠的去找太义真人 他师父没有办法用莲花怎么样 给他做了一个身体 挪扎是莲花化生 所以是在勾魂树上面 魂魄树里面 那么勾不动他的魂 因为他没有魂魄 他是纯粹的灵光 没有父魂 母魂 所以是勾不动他 除非像他一样 你把自己的肉身还给你的爹妈 然后你用个莲花再画一个身 就不受父母DNA影响了 能不能做到呢 做不到 做不到就老实一点啊 那既然身上有一半DNA来自父亲 有一半DNA来自母亲 那这个显缘关系 是我们累世的一些因果跟缘分 所以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帮自己的父母 来改造这个DNA 在古代的话 孝道里面 最大的道就是要生养子女 叫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所以最大的孝道是要言传祖先的DNA 那么不要在这里断了香火 原因是什么 就是祖先们实际上作为一个生命体 他最大的希望自己不能成神仙 自己不能够到四圣法界的时候 希望后代子孙中有一个人修炼成神仙 那一个人成就了以后九族超生 所有的这个历代祖先 累世父母 都就可以得到超生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延续香火的原因 是一个真正自己生命得到重生 在法界重生成为一个光明身 那得以一种技术 通过DNA的传代延续 自己将来有机会 后代子孙中有一个修炼成功的 自己就成功了 这是一种生命解脱 灵魂升华的一种技术 所以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只需要干一件事情 干什么事呢 就是提高自己生命的能量量极 使自己的生命可以升华 那重新的再造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不再造 你的生命就是一个轨迹 就是你已经跑到一个火车的铁轨上去了 这个车只能在这个铁轨间运行 离开这个铁轨你没办法运行了 所以是十素人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修行者就是要重新的再造自己 然后不在现有的这个生命轨迹上滑下去 而选择一个向上升华 刚才讲的我们有六道 六道最低的道它是地狱道 那么在座的各位可能没有这个经验 在中国大陆老人他们特别做这个殡葬业的老人 实际上都还懂得这个去验证死者去了哪一道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实际很简单 就是你的人体最后哪里会热 整个尸体都冷了 但是有一个部位是热的 那个地方就是你死后走的铃走的通道 为什么那个地方会热啊?摩擦生热 最后的灵从那个通道走的时候会摩擦那个地方 冲创那个地方使它产生热的 所以灵是带着灵热的 所以它会在那个地方还有一点温度 那个就是你的生死之门 这个生死之门总共有六个 那么通过验证这个热在哪里热 会知道你去了哪一道 所以这个方法也教给大家 这些是什么? 事实 也就是说你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的 你是西方人 欧洲的白种人 还是亚洲的黄种人 还是黑种人 世界六个通道都是一样的 这些验证它是科学 科学是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 不是说白人做科学实验得出这种结果 华人做出实验又是另外一种结果 那就不是科学 比方说西方他否定我们的经络学说 这个我以为欧洲人没经络了 为什么他说这个经络是你们东方人 亚洲人民族意识的共同意识作用的结果 就是你的大脑 你们东方人都相信有经络 所以就有经络了 维新主义嘛 所以欧洲人不相信 白种人不相信有经络 所以我们是没有经络的 我以为是这样了 十几后来我们到了欧洲以后发现 哎不对 这个中国的针灸穴在欧洲人身上照样一样的 你的劳工穴他也有劳工穴 你永泉穴他也永泉穴 你的这个十二经络他也有十二经络 后来我们继续研究下去发现 印度人把这个针灸术都用到大象身上了 大象那么大弄一个针这么粗 然后给这个大象扎针灸 所以大象也有经络 所以这就叫科学 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否定他 没有用 你以为你聪明你就可以否定了 但事实真相 所以释迦牟尼他讲宇宙真相 是生命真相 这个真相是什么 真相就是真的 你没办法否定他 六道生死轮回之门 任何一个民族 不是人 其他生命也照样好用 都可以进行意义验证 所以六个门是你去了六个通道 你的生死之门 天你要往生天界 那么是哪里发热呢 是天幕这个地方 所以你全身都冷了 这个地方还热热的 好了你家人不错 往生天道了 天道总共几个道啊 说天是有二十八重天 上一堂课我们讲了什么东西 就是生死的轮回有六道 那么这个天界是我们在六道中最荣耀的一道 是享福的 是天道享福的 那么我们是一个共生世界 天道众生 地狱道众生 恶鬼道众生 实际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宇宙中 跟我们是共生的关系 也就像太阳系里面有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 由太阳为中心结合成了一个共生体 如果其中的一个星体消失了 整个太阳系要重新编排它的引力场 地球的轨道就不在现在的轨道上了 这个共生关系就得到了被打破了 所以说我们人是生活在一个共生的宇宙时空中 你跟日月星体还有六道众生 同处在一个生命体的一个共生环境中 所以我们要重视 那么天道在我们的传统中记载 总共有欲界六重天 色界十八重天 无色界四重天 欲界天是什么天呢 欲界天 这个天道的众生 它有跟我们人一样的欲望 要吃东西 要有男女关系 所以它有始跟色 它有欲望 所以这个是欲界天 色界天的众生没有欲望了 它不需要男女关系 也不需要吃真正有形的东西 它吃无形的东西 它用光跟阴建造它的世界 它不用我们笨拙的物质界的东西 它嫌臭 它嫌重 所以它不需要使用这些东西 到了无色界天 它连色都没有了 它这个近虚空变法界 所以是空无边注定 这个法界有多大 它这个定力就有多大 空无边注定 这个食物边注定 就是你的认识有多大 它就可以在多大的世界中定住了 它叫无色界定 非想非想处定 所以它在无色界已经完全不需要物质了 也不需要欲望了 所以它是有区别的 总共这个就形成了28重天 28重天是真实的一个宇宙存在的一个格局 宇宙从原始爆炸点 大爆炸开始 一个螺旋式的一个空间形成了 所以它形成了以后它有边界 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螺旋的一个 像我们的这个沙漏一样的世界 比方说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宇宙原生点 那么它经过大爆炸以后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下面的这一个宇宙 这个宇宙140亿年 就是从开始爆炸到今天我们所在的空间 走了141年的时间 我们实际就在这样的一个像玻璃罩一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这是141年的宇宙 这个宇宙从哪里生成 是从法界自然光中 好像你的油锅里面放了一滴水进去 它爆出来的 这个叫爆炸 爆炸以后形成了引力以后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世界 141年的宇宙就这样形成了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出去 因为你不出去你就装在这个瓶子里面 你非得要抄出去 抄出去的方法有横抄 纵抄 横抄所有的往生净土法都叫横抄 我横着走路 我在这个点上横着出去 那么我们修炼要寄身成佛 一生成就的要纵抄 顺着这个中脉抄出去 所以所有的真正的法 特别重视中脉线的修炼 因为这是纵抄的通道 你在这个点上 你要这样冲出去 就出去了 这就一生成就了 那如果是说你不能够这个 你需要接引 那你从这个点上横抄 从这个地方装个孔出去了 看见没有 这个就是你没有收拾你的灵光 也就是说你这样横抄 丢在这上面的东西 你都没有带走 所以往生诸佛净土的人 一定将来还要回到这个宇宙中来 干什么 把散事在这个宇宙里的灵光 你在这个空间点 这之前的灵光都要收拾灵光 圆满使成佛 所以你现在没有成佛 你去往生诸佛净土 去修炼去了 为什么要去修炼 因为你不横抄出去 你怕你堕落 你这辈子是个人 下辈子你可能不做人 下辈子是个人可能你不修炼了 你堕落了 或者连人都做不了了 所以我们趁自己活着 干脆选一个横抄的方法 去诸佛净土 诸佛揭引 不再生死轮回 在那个净土世界里修炼 这个时候你没有修炼成功 为什么 你只是带走了三魂中的两魂 我们人有天魂地魂 人魂三魂 你只带走了天魂地魂 丑住了 这个不再转世了 走了 你的人魂肉体一定扔在这 还有你在无始间 无始间的在天界 不同的天界丢失的能量 灵光你都没有收拾灵光圆满 你一定带着业力 叫带业往生 一定还要回来还这个业债 没有佛菩萨欠债逃跑了不回来的 你欠人家钱 结果是逃跑到美国了不回来的 在那个世界做佛了 没听说过 你到美国赚了钱 赶紧回到新加坡还债 把人钱都还光了再做佛去 再过富豪的日子可以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科学的原理 两个方法 一个纵超 一个横超 所以我们在天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宇宙时框 大概我们天界的 欲界的六重天 第一重天叫四天王天 四天王天在哪里呢 大概从地球上来讲 在我们的喜马拉雅山为中心 它是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世界的须弥山 因为它最高 海拔八千米 主峰海拔八千米 所以在海拔四千米的昆仑山这个位置 那就是四天王天 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东西南北 分成四个天王所主管 海拔四千米的地方是四天王天 那么再上去八千米的地方叫地居天 地居天叫道立天 道立天分成八方 每方四重天 四八三十二加中央一重天 横向三十三重天 这个才是道立天 它叫地居天 它以地球上的高山为一平成立的天 那么再上去一重天叫夜谋天 夜谋天是什么概念 在夜谋天里面没有黑天白夜 就是纯粹的是白天没有黑夜 那它在哪里呢 所以必须出了太阳系 因为在太阳系里面 你是个星体的话 那你是个空间的话 它有转向太阳的时候 还有背向太阳的时候 转向太阳的时候就是你的白天 背向太阳的时候就是你的黑天 说夜谋天已经不在太阳系了 那进入了银河系 在夜谋天之上 就是大家熟悉的兜率陀天 兜率陀天 它分成内院和外院两种 外院是欲界的第四重天 欲望极其的强大 因为这余界天 这个天众一层比一层欲望更大 到了第六重天就是魔王天 就是人类的或者众生的欲望 达到最大极点的时候 你就到了魔王天了 也就是欲界六重天 换句话说 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所发的愿 你们是去哪里的 是去哪里的 不敢说 你们要房子做最大的 车子才开最好的 银行存者是存最多的 你们去哪里 第六届欲望的 欲界的第六届天 魔王天 做魔子魔孙 有人这样 YES 你不YES没有办法 你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在干什么 你就是做这个事的 你看见没有 说我们为什么要拯救人类 整个的教育坏了 教育完蛋了 整个的教育是教你做魔的 魔是什么 只顾自己伤害别人的 你把全地球人的钱都赚走了 你是不是最大的魔王啊 全部地球人都变成你的故宫了 变成你的奴隶了 你把他们炸干了 你变成超级富豪了 你是不是那个大魔鬼啊 诸佛菩萨不是这样 诸佛菩萨自己穷 让终生富 你看释迦牟尼 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 他视线就是这个样子 他比你们都穷 你们到底是学佛的还是学魔的 从这就可以看出来了 你是否像释迦牟尼一样的穷 他穷到只有一个脱脖的脖子 三一 东一 夏一 春秋之一 叫三一 三十之一叫三一 住无定所 居无定所 所以他让众生富有 替众生祈福田 向众生讨饭 你供养我 你得天赋 你得了这个幸福 我是最穷的 这是佛弟子 大家都以为自己在学佛 实际上你们一不小心都在学魔 每一个都想做超级富豪 然后做超级富豪还要成佛 那你是佛吗 你不是佛 所以该赚的钱让众生赚 该想的佛让众生想 该有的欢乐要众生欢乐 我下地狱 众生只要欢乐就好 这是佛菩萨 所以地藏菩萨是地狱不空 我事不成佛 你们都要成佛 我下地狱 我在地狱里最苦的地方去度化一切众生 有的人说 那个地藏菩萨的地藏殿金比辉煌 你才胡说八道 你下去看看你就知道了 那地狱里怎么金比辉煌 地狱里有多苦 他住的地方就是那么苦 没有阳光 一片黑暗 一片漆黑 他就住在那样的空间里面 因为他要跟众生同 跟众生做友伴 他要跟地狱众生一样的苦 地狱众生才听他的话 闹了半天他在那做王 金比辉煌的 众生那受苦 他怎么度众生啊 那都是人的思想 大家要知道我们是学佛还是学魔 从你的欲望是否淡薄来看出 你到底是做生死解脱的 你还是在做生死堕落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 那么四天王天 你即便生四天王天 你走的时候你要从梅西儿这个地方走 叫眼生天 你的灵 这个肉体不是你 千万记住 张卜生这一辈子长肥头头的样子很难看 上一辈子可能我还是挺苗条的 下辈子长什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上一辈子我不叫张卜生 下一辈子也不叫张卜生 而张卜生他不是张卜生 张卜生他是那个灵 这个身体只不过是张卜生这个灵 这一辈子的一个附属品 就像我的手表 我的手表 我的身体 那么谁是我 所以你是谁 你就是那一团灵光 灵光只不过这一辈子借这个躯壳 入了这个躯壳 下一辈子你能入什么躯壳 上一辈子你在什么躯壳里面 不是你决定的 是六道循环的因果叫艺术果 有一个人来这我这来问 他说师父你帮我看看我爸去哪了 他这个往生给我托梦 一会冷一会热 他去了哪了呢 说这辈子他没做什么坏事啊 他就是一个小商人 也不会做什么坏事 他能去哪呢 一会热一会冷 我关了一下 我说你别问了 他说你还是说吧 那这个通常师父是看到他在好的地方会跟你说 看在坏的地方是不会跟你说的 我说你别问了 还是要问 哎呀 我说你实在要问 我引导你一下吧 一会冷是冰山地狱 一会热是火海地狱 只有这两个地方 你说他能在哪了 一会罪恶 火的罪恶成熟了 去火狱里 他就热的不得了 一会又去冰山地狱里 他又冷的不得了 他就 哎呀 眼泪哗就下来了 说我爸没做啥坏事啊 他怎么会下地狱呢 这个叫艺术果 不是说你这一生没做什么坏事 你死的时候就不能够下地狱了 这是艺术 就是过去生的 无始节的生死轮回的果子 在你死的时候 临从这个躯壳出去之后 哪个果子先熟 不由你决定 你这辈子是人 下辈子很难再成为人 说实在话 你不要以为这辈子是人 下辈子一定是人 没这个道理 佛陀在经中告诉我们 猪投胎猪 羊投胎羊 人投胎人 这是错误的因果论 在六道中生死轮回 不由你做主 是真正的 正确的因果论 叫艺术果的成熟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不是说你这辈子没做什么缺德事 你就一定能得个人身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要珍惜此生 把握着祭此肉身成就 叫祭身成佛 因为你现在活着 你可以做主 死了 不再由你做主 活着 有你做主 你可以做自己的主人 你的灵可以做肉身的主 借着这个气 这个肉身宝气 这个人身宝气叫再道之气 去做功德 度众生 然后找名师 求真觉 把肉身光化变成红光身 然后你这一生就了当了 就可以祭此肉身解脱 叫祭身成佛法 这是我们的心生课程的目的 心生叫重生 为什么叫重生 就是大家都刚才说了不咋地 命都不咋地 孕也不咋地 所以你需要重新回娘胎再造一次 因为我们所谓的命运 就是你在造你的时候 有一个软件注入了到你这个生命体中 所以你这一辈子所有的东西 都是这个软件在发挥着作用 形成的生命轨迹 你要想这一生不这样过下去 你要想这一生改变自己 你只有回去重新装机 重新装软件 重新换DNA 所以你必须重生一次 我这个在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 我老觉得我现在的爸不是我的爸 我老觉得现在我的妈也不是我的妈 我怎么可以这么穷 我们在大陆出生的时候很穷 在我的印记里面 我那个宫殿金碧辉煌 我吃的山珍海味 哪有什么饿肚子吃地瓜长大 老觉得不对劲 不知道哪不对劲 老想着去找自己的亲爹 亲妈 后来长大了再问问 真是亲爹 真是亲妈 不是抱养的 这个前生的印记 实际上我们对了 你要找到那个你前生的印记 是更前生 就是父母未生我前的本来面目 就是第一个父母 你从法界没有堕落下来的 那个第一个父母没生你的时候 之前的本来面目 那是灵性的觉醒 所以我小时候有很多奇怪的现象 将来再给你们讲故事 今天没时间讲故事 那就告诉我们要寻找方法进行重生 当然让大家死 现在就死 你们谁都不干 老师也成了杀人犯了 这个我也活不了 这个死是你现在的身跟心的再造 要让他止 叫止关 叫stop 不要再走下去了 再走下去等着你的就是什么 衰老 等着你的就是生病 等着你的就是死亡 所以我们首先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有所得 有所得就开了智慧了 叫界定会 孔子讲的这几句话就是一个界定会 所以你要有定力 要重新再造生命的人 必须支持 stop 现在的软件我要更新 我不要用这个软件了 现在的生命体里面的DNA 是充满着九族 历代 祖先 叶力的DNA跟光明的DNA 每一个人身上都不是纯光的 如果纯光你不在这儿 你在佛国 你是四圣法界的众生 所以你是人 人是六道轮回中的一界 那你一定里面又有黑又有光 所以我必须把父母给我的DNA 重新再造 这个叫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 目前在置物界 动物界 科学家已经开始应用了 但是唯一找不到方法的 就是在人身上 怎么彻底的进行对人的基因改造 没找到方法 是不是我们的人类有史以来 就没有这种方法 答案是No 古圣先贤 释迦牟尼 老子 耶稣基督 那些成道的大成就者 都是懂得如何在自己的DNA中 把黑子置换出来 换成光明无量的技术方法的大圣人 他们完整的技术方法传承到今天 你必须要找他的传承人 找懂得这种进行基因改造的 DNA改造的名师 这个师父叫名师 日月名的名师 不是出名的名 现代人喜欢找出名的 我是谁谁谁的徒弟 我师父是谁谁谁 这个没有用啊 为什么 六祖的师父叫红尹尹大师 五祖就是禅宗五祖 五祖门下出家弟子两千多 都是踢了头了 跟他一起出家的 都比慧能的资格高 慧能是一个没有出家的一个烧火的 在厨房里打杂的杂役 你们到寺院里去找师父 一定不会到厨房里去找 你们觉得在厨房里做笨活做粗活的 都是些没有本事的 在堂上讲的哇啦哇啦像张卜生这样的就厉害 实际不是 那个打杂的才厉害 你像这个寒山实德 一个是弥陀转世 一个是谁在来 两个都是在厨房里干活的 所以不是那个当家的和尚 不是方丈 那么这个五祖门下谁成就了呢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在五祖门下干什么呢 在厨房里处米的杂工 五祖有两千多出家弟子 包括神秀大师为首的 两千多都没有得法 只有六祖慧能一个处米的得法了 原因何在 告诉大家诀窍 修法的诀窍就是一句话 什么话呢 就是听话 听话的意思就是说师父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无我 把自己交出去 你们想想六祖慧能去五祖那 他去干嘛 他之前是砍柴的 为了养老娘 这个砍柴 卖点柴火 然后挣点钱养他娘 后来他娘有一个大富长者出钱替他养了 让他去求道 他就去求道 他去五祖那不是去打工的 不是要再做杂役的 他是要去求法的 结果五祖一看 这家伙大根气来了 怎么折腾他让他成就 就说你去厨房给我处米去 结果这家伙来求法 五祖带着徒弟在堂上讲经 他有没有去听听啊 没有 他在后面处米 说五祖教什么功法 他有没有学啊 没学 他在处米 一处六个月 有的经上记载八个月 不管六个月 八个月 你们到张卜生这儿来求法 张卜生说 处米去 给我做饭去 你们跑得精光的 然后什么我给爹妈都不做饭 我还给你做饭 跑得精光的 没一个再去干了 六祖就这么成就的 所以没听法 老老实实 师父说处米就处米 这是什么人啊 这是空性无我的人 祖师一句话 我知道你有东西 早晚也教我 我不着急 你让我干啥 我就听话 然后听话就听出来了 所以那些人不听话 神秀天天想着当五祖退休我接班 就是这种心态 所以他是首座 什么意思 五祖出门的时候 他在家里讲经 他等于是替了祖师爷了 五祖不在的时候 我是老大 你看我多厉害 我能够讲经说法 这个门下两千多弟子 五祖的弟子都听我讲法 这张张扬扬的不得了了 人家六祖在后面处米 所以大家要知道 有我 你没办法修 有我 你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寄身解脱 所以你必须训练那个无我 谁来训练的 老师 师父 以前是门徒制 师父带徒弟 所以通过门徒制 师父在折磨你 把你那个牛驯服了 把那个我去除了 什么时间你那个我没了 师父教你几句话你就成佛了 所以六祖在五祖门下 总共上了多长时间的课程啊 数得过来 从鸡半夜 子三更的时候 就是子时 十一点吧 你就算十一点 到鸡打门的时候 两个时神 子 丑 银 银的时候鸡就打门了 就是子 丑 两个时神 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就把五祖全部的法都学完了 所以你们天天来上课 为什么不能成功 这下懂了吧 就是都没有做到像六祖那样的 师父说啥就是啥 老师说啥就是啥 老师说你一句 你说老师十句 你不要以为你们在下面念叨我 我不知道 我耳朵一发热就是有人说我 眼睛一跳就是有人骂我 我知道着呢 我一查就知道谁在干坏事 开玩笑 不要害怕 所以大家要重视怎么去求法 求来什么法 改换自己的基因 改换自己的密码 再造自己生命 我们无非两个系统 一个是心的系统 一个是身的系统 身心改造了 都放光了 你这辈子就成了 成什么 成佛菩萨 祭祠肉身成佛 叫寄身成佛 千万记住 不是再来了 你不要再浪费这个人身了 寄身成佛 就这四个字 身是这个肉身 寄这个肉身成佛 不要再来 再来是道价慈航 来了绝对不会迷 绝对就是到了一个时期就正果了 这个叫道价慈航 普度众生 所以所有的众生 寄身成佛者 你不走六道的门户 你会从顶上摆灰穴 开一个洞 然后从那个地方叫顶圣演升天 演出来的是升天界的 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都是从眼 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顶圣就是从顶门出去的 哗啦 开一个莲花 走了 这个成圣了 不如六道轮回了 叫顶圣演升天 演才是升天的 所以你们经常是拜师父 你下次要拜他 很简单 他说师父 我能不能磨磨你的脑袋门 就是磨磨他的顶 如果顶上中央有个洞的 赶紧跪下扣头 是圣人 顶上跟你一样是一块盖 没成就的 可以做老师 学习学习 那个不能让你成圣的 为什么他都没成圣 你怎么成圣啊 所以顶圣演升天 是在肉体上磨出顶上一个洞的 洞旁边要有顶级 就是佛级 你知道释迦牟尼顶上是高出一块的 你们看他老人家土顶 你们天天怕土顶 佛陀修的土顶 这个土顶顶上高出一块 长一个大哥的 估计他是撞地上撞的 小时候爹妈没抱好这东脑袋撞着 有个大哥的 所以你们笑 不可能 但是他的能量整天都往顶上拱拱拱 那个头变形了 拱出个大哥的来 那个叫肉脊 这些吉象都在这个圣者身上都要展现出来 那才是你们的真正的圣者师父 你就去找他 你就成圣了 否则你白打 有的人说眼光厉害 这个地方凹下去了 都能看那个二词了 这个是可以顶着你升天的师父 他不能让你生死解脱 不要以他眼光为高低 天眼通之上还有慧眼 法眼 佛眼通 佛眼通的时候是在顶上了 根本就不是在这个地方看东西了 所以我们要懂的是真实相 就是科学 生命的科学 来不得半点的虚假 不是说我做梦 想着我成佛了就成佛了 这个通道是从眼 包括双眼跟天目 这个地方走的 发热的去了这个道道 从喉轮出来的 然后去了阿修罗道道 所以有的人他死的时候张着嘴死 你试一下 这个地方热 好了 他从这走了 阿修罗道 为什么阿修罗他们整天吵架 他从这出来的 说阿修罗有天人之福 跟天人一样 想什么就来了 去银行刷卡 去这个shopping center刷卡 不用付款的 不用这个月解单 没有的 那是你的天德 阿修罗有这个福 但是他活得不咋地 整天吵架 像我们人间有些大富豪 你以为他活得好 回家跟老婆吵 在公司里跟员工吵 出去跟客户吵 那是阿修罗投胎的 人家阿修罗 阿修罗有天到阿修罗 人到阿修罗 地狱到阿修罗 都很有福 但是这个脾气很怪 所以你们中间脾气怪的要检点一下 问问自己是不是阿修罗转世的 事赶紧修炼 把那个坏脾气改改 然后从心窝去胸腔 我们就说弹中这个门户出来的 这个是人道 也就是心窝 有的感知一下 这热 好了 这个去了人道了 去人道轮回了 因为要从嘴出去不太容易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石道管 你们某某这是个石道管 又叫喉管 喉管总共有十二届圆管 为什么要建塔 要建十二届虫楼 十二虫楼宝塔是指的你的喉咙 然后人死的时候佛陀形容如灵规波壳 什么意思 这是那个乌龟 活着的乌龟 你在它活着的时候把那个乌龟壳生生撕下来 疼不疼 疼死它 活着的你这样撕 一点点撕破裂 那多疼啊 人死的时候如生归伯渴 就是这样的疼 你一疼会怎么样 紧张 你一紧张这个喉管锁住了 你根本就上不去 老师我知道了 你原来我死的时候要从天幕出去往生天界 你死的时候你痛苦不痛苦 如果你不能够身跟心分开 心跟灵分开 你死的时候你的这个灵光都散在你的细胞 细胞核 骨髓里面 都是一点一点的灵光 这个时候才把这些灵光 像那个蚕丝一样的 一点一点的把它撕出来 你想你身体有多疼啊 这样一点一点的撕下来 一点的撕下来 所以你那个就如生归伯渴 就是活着的乌龟伯渴 你很疼啊 是不是过世的人死之前特别的痛苦 有的人说 老师打麻醉药啊 然后打麻醉药就不疼了 打麻醉药照疼 只是你不知道 你的灵知道 它要分离 它必须疼的 而这一疼以后怎么样 哈 人硬了 喉管硬了 然后它那个灵光体不能往上冲 不能往上冲 所以它冲不上去了 所以它想生阿修罗道 生天道 它去不了 只有什么 死的时候身上软的人 喉管软的人 他才能够冲上去 所以我当年给一个人 他的父亲过世了 过世以后他来找我 说师父你能不能帮个忙 看看我爸去了哪一道 他爸干过世 因为我来新加坡人家帮了我 我一不好意思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一看 从心窝出来的 这是热 他灵体停在那儿 一感应 从心窝出来的 我跟他说 我说你爸去了人道 要去人道轮回了 从心窝出来了 他说能不能送他去极乐世界 人还要生死轮回 因为他学佛学了几十年 我一问他爸的灵 他爸不要去极乐世界 为什么 他爸爸是咱们新加坡 十大建筑商之一的 很著名的一个建筑商 在很古的以前 就是过去的时候 他在新加坡就很成功 十大建筑 那么在新加坡初期的话 他很成功 所以后来 他的公司被他儿子经营给坏了 倒闭了 所以他临死前他发了个愿 下一辈子还来做建筑商 还证明给人看他厉害 所以他不要去天道 所以也不想去极乐世界 非得要回来再证明给人看 人为什么在六道中生死轮回 就是你们那个不服气 就是你们的面性 有的人存钱存银行太多了 死的时候放不下那个存值 要想着死了以后 回来再花这个钱就又来了 所以是来了以后不得了 你这辈子姓张 张补生 账上存了两亿美金死了 这死了以后你要回来找两亿美金 这不凑巧 你一下子投到姓李家去了 这个姓李的这个一出生以后 长大了以后 怎么看那个张家的这个楼是他的 张家的汽车也是他的 张家的公司也是他的 你别看真是他的 因为张补生是一穷二白 创业创出来的 所以他这个没错啊 这辈子张补生转世姓李了 他人回来拿回自己的东西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时候都给他儿孙了 那些遗产继承人都是他姓张家的 这个时候姓李的就要干一件坏事 把张家给搞败 把东西拿回去 所以你们从三世因果看一些人 把别人公司给搞毁了 搞失败了 把财产变成他自己的 实际从三世因果看 都是原来那个老东家拿回人家自己的东西 只不过姓改了 灵还是他 所以是特别的公平 你后代子孙你没什么福德 你享受着祖先的钱财 人家回来拿有什么不可 有什么不公平啊 所以我们从三世因果看东西都是正确的 所以大家不要对这个人间有念性 到最后要四大皆空 走的时候四大皆空 活着我们是在家局势深 你要求财富有财富 求健康有健康 要世间法的圆满加初世间法的圆满 你才究竟圆满 一个人像释迦牟尼他怎么成佛的 释迦牟尼有很多钱 所以你们现在看 只要做跟佛教事业沾点边的寺院 全世界有多少 他这个都属于谁的钱财啊 老板都叫释迦牟尼嘛 所以他又没钱 你们再不要以为学佛没钱 你看他老人家现在全球多少个庙 多少个佛教事业团体 那钱都是他老人家的 这又复合在他活着的时候是一点 死的时候就千千万 这么一个全息的传承原理 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很有钱的 为什么 他是国王的王子 所以不是学佛人没有钱 是有钱不享福 这个口诀要记住 你们现在是什么 越穷越光荣 越穷越像佛弟子 这是胡说八道我跟你讲 这个辅惠双祖尊 你连点福报都没有 你想成佛那差远了去了 不对劲这个东西 所以你要有福不详 你是佛弟子 不像人家去奢侈 腐败 浪费钱财 你说你求钱都求不来 那是自己的因果业力 自己没有智慧 所以要纠正过来 佛最后让我们求的是慧 叫界定慧 慧的圆满 你开智慧了 你哪里会被人骗 有的人被人骗了还大人不才 前辈子该他的 你怎么没想你怎么这么笨的 怎么会被人骗的 是你笨好不好 是你愚昧被人骗 你说我明知道他今天来拿我一百万 他就是来骗我的 你真给他 佛菩萨 你这厉害 你真知道你欠他一百万他来拿 你不要了这个钱 你不会说他骗你 你说我给他的 我前辈子欠他的 那是真智慧 你说你被人骗了还在那念金箍症 说我前辈子欠他的 算了认了 你怎么没说你笨呢 所以自己要纠正这些错误的想法 你愚昧就是愚昧 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洞察 你没有绝招 你被人骗了 是愚昧 你怨恨人家又生了新的因果 他下辈子要倒霉的 所以真在空性光明中 见到这个人来要一百万 我是钱是欠的 我要还他 我给他 我不要 大智慧 佛的智慧 那不是被骗 那就是还债 你没那个智慧 千万不要再作孽 当成自己有智慧的样子 好像学佛的样子 实际上你是愚昧 所以是要开智慧 所以老先生讲他的故事还没讲完 我一问说 孩子让你往生西方挤了 你要去吗 他说不去 我说你要干什么 我下辈子要做建筑商 我还要来证明给新加坡人看看我牛 我厉害 我要做就能成功 后来我说这咋办 我跟他孩子一说 他这个孩子懂事 他说能不能不让他再来做人 我就跟老爷子商量了一下 我说这样吧 我说你想做建筑商 有个地方也可以搞建筑 但是不用像人这么痛苦到天上去 天上有一个衙门专门管建筑的 在天上盖宫殿的 这个玉界六重天 色界十八重天都有建筑司 因为他们都有建宫殿 有宫殿 所以都有负责人 他今天说那也挺好的 然后我就教他孩子怎么做功德 他光是我们烧的黄腹纸烧了五大箱子 这样高 这样大 黄腹纸专办用来抄神仙的 抄渡神界的人 出离六道的 那个功德相当大 买那个金银纸又买了一大堆 害得我们烧了四五个小时 那个时候人少 找了几个人帮他 烧了四五个小时 做这个大功德回向给他 回向给他 我后来跟老爷子说 我说这样吧 你上天上去好不好 儿孙给你挤了这个福德 你有这个资格往生西方 但是你不要 不要的话送你去天界吧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往生者 要后代子孙在前人过世的时候 要给他做大功德 这个烧金银纸 烧黄腹纸超度 我们跟普通的超度不一样 我们有烧一种正方形的小腹纸 那个是专门超度神仙的 就是天界众生 还有这个在地界的神仙 去这个有大功德的去往生 几个世界用的 那一张纸我都烧的时候 告诉他们 谁也不准弄丢了 弄丢了你背这个因果的 非得把它都烧了 他才能收得到 上面盖着地藏菩萨法印 观音法印 弥陀法印 那么还有莲师法印等等的 这些诸佛菩萨负责接引的法印 将来他们都是会盖上 隐态空间都盖上印的 所以他做了这个事以后 他父亲说 好啊 那我去天上做一个大的建筑公司 有一个问题来了 他的喉管已经印了 他死的时候很痛苦 喉管印了 如何让他从弹中灵回去 按在心窝 再从喉管上到他的颅脑腔 才能去天界 为什么你们要像样一点跟老师学功夫 没这个功夫 别懒能够磁器活 你像让他送天界没那么容易 你的灵化成一堂光 合着他的灵光从心轮进去 然后同时放光软化他的喉管 使他喉管重新开 开喉法 然后从喉轮再上去 从他的眼再出来把他的灵光带去天界了 带去天界了 然后他有个小孙子 看见了 看见他爷爷来的时候 穿着蟒袍玉带 回来了 回家来看他们 告诉他这个升官了 然后在天上负责管什么的 后来他一个大孙子 大孙子就二十多岁了 小孙子是几岁的 他看到这个图像了 大孙子就在那嘲笑他 胡说八道做梦做的 都什么年代 天上的人还穿这个衣服啊 我们都穿什么衣服啊 我们穿这个衣服没福啊 你们福报穿这个衣服 天上的天官到今天人家还是蟒袍玉带啊 人家有多有福啊 你人类没福你才穿这些衣服啊 对不对 那天上的福报大 人家当然是紧袍 然后蟒袍玉带 你级别有多高 穿什么样的袍观服 古代是用这个礼德 礼智来就是让人恭敬的 这个叫尊卑之道 所以那位先生来找我说 你看看到底是不是真上天了 真这样了 我就说他 那个大的已经是人了 小的还不是人 所以他看的是对的 你们要获得重生 你们要回到同真心 不可以左思右想前思后想 这个在真正的修行中 要止观法 止 止住自己的八十 我们人有八个意识 有牙耳鼻舌身五个意识 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 你要止八进九 你止住了八 进去第九意识 叫真实阿波罗史 启动他 你才有希望成佛 你有希望寄身成佑 如果还是用左思右想 前思后想的逻辑思维 你没有机会了 那你做人有机会 做更高层次的生命形态 你没有机会了 所以你必须把自己的灵提高到第九次第 叫九次第定 你才能够上去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是科学 不是说我做个梦我成神仙 做个梦我成佛了 那边都没有一个 你差远了 你还是回来好好修吧 你想你这一辈子做一个会计师 容易吗不容易啊 对不对 你学一学一学 学了以后到社会上 你又不停的去实践实践实践 最后会计师成就了 你才做一个合格会计师 成佛就那么容易啊 所以你非得要从小学中学大学 跟着一个老师好好地学 没没都及格 然后你才成就 基身成佛法 多长时间成就 快的三五年就可以成就 慢的十年也可以成就 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按照这些技术方法 没没及格的 从修学到考试到完成 不是那么难 除非你不得法 不得法今天跟这个学一个树叶 明天跟那个学一个树枝 并且拿到树叶就说 你看我会佛法 我会什么什么本尊法 我会什么什么念佛法 你拿到的只是一片树叶哦 你有没有自己的树根呢 所以真正的佛法 师父是让你先录在土里面 长自己的根 这个时候看不出什么东西 因为都在土底下 它要深深地扎入土壤 长自己的根 然后你才看去长出一个小苗来 然后慢慢培养才长成一棵树 慢慢培养才有自己风貌的枝叶 慢慢培养才有开花才有结果 所以释迦牟尼的佛法是让你生自己的根 长自己的干 长出自己的枝叶 开自己的花 解自己的佛果的法 不是让你在美别人树上的果子多么美 别人树上的花多么漂亮 所以有些人经常出去吹我 说我师父多么多么厉害 我说别吹了好不好 他说我要让别人生气跟你学 我说你吹了师父丢了你自己的人 也丢了师父的人 我说你还是好好修炼吧 修炼了以后视线给别人看 师父会的你都会 那个时候人家钦佩你就会钦佩你的师父 就真拥要了你的师父 我说你现在吹师父 人家一看你这个德行说你师父也不咋地 为什么你这个德行 你真有一个好师父那还得了 那你现在早厉害了 对不对 一看你这德行师父也不咋地 是不是不是吹别人的花 吹别人的果 有些人我师父是谁 你师父是五祖有用吗 你是跟六祖慧能一样的师兄弟有用吗 没用啊 五祖当年两千多弟子就练出一个慧能大师 那五祖的这个门徒两千多个 都是都比六祖早啊 叫六祖的师兄啊 我们经常什么什么宗 今天动不动吹 我是什么什么宗的传人 我是什么什么派的传人 你也去说你认识六祖啊 那你要教我师伯 我是六祖的师兄啊 他入道的时候我还没入 我入道他还没去拜五祖呢 有用吗 没用 所以你们今天千万不要为这些虚假的传承 去求求这个宗派 那个宗派你以为越多越好 No 你要找到六祖 你要找到那个传人 所以后来神幼大师把他门下 他要捏盘之前把他门下几个弟子叫来了 他说你们伺候我也到此为止了 赶紧去找你师叔六祖会呢 为什么 这个五祖的法没有传给我 五祖的法脉是真正传给六祖了 在南 在广州你们要去找他 结果他们的弟子 几个大弟子 然后埋葬了安置好神秀大师以后 南下找六祖成就了 就差那么一点诀 你就成就不了 得了那个诀就成就了 所以六祖门下练出43个真人 43个菩萨 所以六祖让43个人开了宗派 才有操动宗 围养宗 云门宗 法眼宗 这个现在大家都见到的禅宗 43代祖师 43个祖师 所以从那不是传一个人 所以各个祖师又留着法脉传承在人间 大家要去找那个传承人 不是说是学人 说我是五祖的学人 我是五祖的传人 他后面有个成字叫传承人 传承他是负责延续法脉的 传人只要跟他学都是传人 传承人往往一辈子就是一代里面只找一个 只找一个传承 叫掌门 古代叫掌门 未必是方丈 未必是方丈 方丈是什么 方丈是经理 负责打理这个寺院的 现在的人都去找方丈 因为他官大 他是这个寺院的总管 不知道找传人 这个传人因为他天天修道 他没有时间去管日常工作 往往他不搞这种行政官职 所以你们去寺院里 你要看那个师父两眼炯炯有神 他一看你一定的 那是功夫式 你他很有名的没用 所以要学会着去找名士 去找真士 来找传承 长自己的根 长自己的干 长自己的枝叶 开自己的花 接自己的果 一个好的老师 他是希望学生都考上大学 他不是说学生 教了一百个学生 考大学的时候老师上大学了 然后学生一个都没有考成的 这种师父你找他干什么 他自己为自己成佛 他不为他的学生成佛 那这种老师不找也罢 所以大家要重视 所以最后把他送去的天界 我们是一批实证者 功夫师是实证的 不是嘴皮子道 不是说哪一本经在那给你念半天 讲半天 虽然讲经也很重要 法师是要通法的 要真正能够通阴阳 真正能够跟他的灵 带着他的灵上去的 那这种才是真正的法师 所以以前经师跟法师是分开的 经师是专门给人念书的 法师是专门叫技术方法的 就好像炒菜 炒菜的话你去了一个厨师烹饪学校 老师在课堂上给你讲半天 西红柿炒蛋怎么炒 讲完了以后就说下课了 这个老师你要不要跟他学 所以可以在课堂上 夸夸七台西红柿炒蛋 西红柿有什么营养 火候怎么掌握 最后师父把书一棱 走去厨房 从切西红柿到怎么打扮到怎么下油锅 然后怎么把这个菜炒出来 然后你一尝背棒的 这样老师你才找他 对不对 所以要懂技术方法的 那才是你找的老师 不要停留在经的方面 所以那是理论 理论也要通 理论不通的不能度人 光有技术方法不能度人 所以五组六组会能 人家是法通达了 炼成了以后讲经厉害 他一个字不认识 徒弟给他念一段经文 他讲半天 他最后一通百通 万法通 因为他正果之人就这样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下面还有三个道 一个就是肚脐 肚脐出来去了什么道呢 你活着的时候就为了肚子 你们今天拿开你们的手机看看 里面share的都是什么照片 吃海鲜 吃素食也拿出来炫耀 我说我们去哪个餐馆吃的素有多么好吃 那个素有什么炫耀的 然后就是你那个饿鬼那个毛病改不了 所以你饿鬼的毛病改不了 你活着到处找吃的 死了你去找吧 所以生饿鬼道 肚脐出来的人不好玩 生饿鬼道 所以你活着的属性在死后会展现出来 活着为这个奔波 死也在这奔波 不好玩 但是饿鬼道不入你们有福 他拿到食物吃不成 他看见水就变成血了 喝不下去 拿着食物变成火炭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年的七月十五中元节要办中元普度 中元普度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帮助六道众生都得生死解脱 有一些众生他福德不足 那就给他一顿保暖 就是饿的 饿鬼道的众生 我们在中元节经过法会加持的食物不失之后 他就可以吃顿饱饭 所以当年 你们知道穆建连尊者 就是释迦牟尼的一个大弟子神通第一 他这个神通出来以后 他看到自己的母亲坐在饿鬼道里面 然后他心特别疼 就用自己的力量去化斋 化了斋以后 用神通送给母亲 因为他有神通可以下去地狱 下去饿鬼道 结果他母亲高和性性的拿过食物要吃 到嘴就变成火了 烫着他没办法吃下去 拿着干露水 到嘴就变成血了 喝不下去 穆建连哭了 继续找佛陀 找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说 以你个人的神通力 度这种饿鬼道众生是没有办法的 你们有神通有什么用 不要以为有神通就帮得了自己的六道众生的亲友 所以是帮不了 那穆建连就求佛给个方法 于是释迦牟尼就讲了于兰盆会 于兰盆经 每年的7月15日 全天下的僧人会叫资四日 就是他们解下安居完成 这个时候大夫长者都共活摘僧 这个时候全天下的僧人去一块 刚才说前一段是14万4千人 就可以扭转整个人类的思想 全天下的僧人在这个时间都在办一件事 用共同的心愿使恶鬼道众生得到饱足 使六道众生得以超度 所以就办了于兰盆会节 从那开始 所以这个时候他才帮到自己的母亲 这个传承就延续下来了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自己有神通了 自己有功夫了就了不得 你自己的力量太弱 联合师兄弟的力量 联合同修的力量 联合在同一个时间全世界修同一个法的力量 这个力量大 可以帮很多众生 所以大家要重视参加法会 这个力量是殊胜的 不要说我会什么证 我持个证 我的母亲 我的累世的父母就得到解脱了 不行 力量太弱 你非得要借助道场的力量 共修的力量才能够完成 所以这个是恶鬼道的众生 再下去 从二阴出来 就是前阴 后阴 大小便的地方出来的 就去了畜生道 畜生道都很恶心 那个猪拿了尿了 他自己也到里面去洗澡 所以猪很肮脏 所以伊斯兰人家不吃猪肉 为什么嫌猪肮脏 身上带着浊气 晦气 所以他们不吃猪肉 那么这个是一个修法 是自己清静的原因之一 所以所有的畜生道都是这样肮脏 拉了尿了睡在旁边 都不知道什么 找一个静视去解手 不像人这样的 所以都是很肮脏的 畜生道就是这样的 还有从膝盖出去的也去了畜生道 这个叫旁生 所以他要靠四个体走路 手不能够站 不能用 不能用手 这个叫旁生 就是动物 然后呢 还有呢 再往下走就从涌泉穴出去了 涌泉穴热 就去了这个地狱道 地狱道众生 所以当年大家看《地藏菩萨本宴经》 《地藏菩萨本宴经》 《光木女》 《地藏菩萨有一世是光木女》 她的母亲喜欢吃鱼仔 就是那个鱼的子 母鱼肚子的那个子 你们现在特别喜欢吃鱼子酱 对不对 所以当年她母亲吃的 那个时候没有冰箱 要吃鱼 新鲜鱼子 都要抓活鱼 拿来刨掉 就把她的这个小鱼的命就没了吧 母鱼一死她拿来炒吃 所以光木女知道母亲死一定去不了好地方 所以你们现在孝敬双亲用什么孝敬啊 你们是送自己的父母下地狱 还是送她去天堂 你们就看着办了 非得拿那些新鲜的献仔献纱 我之前有个老太太生病了 生病了以后她的这个外孙女要结婚了 老太太这个医院已经给了死亡通知书了 说不行了 但是再过七天她外孙女要结婚 你们知道你们新加坡一结婚 都是提前好几年订的喜宴 发着请帖 这个老太太一过世 这个外孙女咋能再结婚呢 妈妈急了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自己给人算个好日子 什么就拿点红包就觉得挺牛的 你要管人很多事的 说当时因为她这个女儿的这个好日子是我选的 人家就来找我了 你看这个大师这不得了了 你选这个好日子我这妈要去世了 她外婆一死这孩子哪能办坏事呢 所以你们有点要跟师父学点神通 你们不学神通就死得很难看的 以为这么赚个红包那么容易 结果这个我一看就不行啊怎么办呢 就去这个老太太家乡 她是在咱们这个乙堡 叫是不是乙堡吧 南天洞那个地方 乙堡 我去了 去了老太太的魂已经出来了 在她那个小土地面里 我去收了 收了以后这个没办法一看她的寿真的到了 然后这一说到风水 她的家呢 这个对面 老太太家对面是个马来庙 马来庙她这个庙顶上有一个像枪一样的尖尖的一个尖 正对着她的门口 所以这个家人姓杨 以前杨家枪你们知道吧 一枪锁喉的一挑人就死了 她这个跟她有点关系 然后这个刚好风水上这一辈子又这么一个格局 是不是 那么当时老太太不能喘气了 我说可以用这个口按呼吸器 医生说不行 非得要从这开一个孔把那个呼吸器插进去 我这一看这个格局肯定要 这一枪非得要钻透她 不可 这个因果要受着一下 我说好了同意她开 通常我是不同意她从这开的 然后这怎么办呢 老太太真要死啊 受限也到 人家下面都安排要收走她 没办法 所以你们要跟地藏菩萨要好好的恭敬她 就下去了 下去找地藏菩萨 说阎王爷是铁面无私的没情可讲的 只有地藏王菩萨说话 阎王爷有时候还听两句 所以就找地藏王菩萨 这个说地藏菩萨慈悲一下 我这是在南洋显法能的 要给人看了个好日子出这档子事了 这个很丢人 不然大家就不信我了 以后没办法红道了 这是为了道来求你 地藏王菩萨就看为道求 不是为红包求还可以 你说我拿着红包了 这个没用 你要红道 所以看你们的志愿 你们这个愿力太小了都不好死 愿力大有时候就好死 所以下去了 这地藏王菩萨一看领着我去 当然是浑神了 不是人下去了 我不还活得好好的吗 对不对没埋下去了 然后去了见阎王爷 阎王爷挺为难的 拿过来生死博一看 真的不行 所以他这个都定好了的 因果就这样的 没办法 最后地藏王菩萨说 还是求你法外看安一下 后来我在旁边也急了 我承诺我让他家人做功德 做功德回下 然后再延他一个月的寿命 年一个月外孙七天后就办婚礼了 这事就了了对不对 这么样婚事一解决老人家死了 不要怕不怕 红事办完了办白事不怕 白事办完了不能办红事啊 这是规矩嘛 结果是最后法外看安给了21天 可以延命21天 但是开了一个单子 要他家人做什么什么功德去做吧 给他那些缘金债主 上来了 上来就跟人家讲了说 好了 已经给了21天 你们放心办不会死 当时已经是不行了 老太太谁也不相信说不会死 我说不会死 给了21天 你们可以刚好七天后外孙办完事 然后正面就可以办他的白事了 结果这个事就搞定了 搞定了以后结果老太太14天死了 少了七天 少了七天这个不对啊 明明跟人家讲21天又不准了对不对 所以你们这个大话敢讲要负责 结果我就下去了 我说这个不行啊 元王这个答应21天怎么收了人家七天 元王说没办法 外孙结婚杀了那么多生命 又是螃蟹又是鱼 人家不干了非得要索命 那这个折了老太太的寿 折其天寿 我这才明白因果这个不虚 所以我刚才讲你们到底效仰双千 你们到底什么要聚乐 安乐 什么聚会 快乐一下 到底要拿多少众生的命换你们的快乐 为什么不能去买那个三净肉 对不对 你去超市买啊 佛陀说了可以在超市买啊 以前是没有冰箱啊 现在三净肉你可以去那个超市买那个冷冻的啊 保鲜的啊 也是挺好的 为什么会去这个东海岸买螃蟹的挑那个活蹦烂跳的 然后鱼还要拿给你看看再杀它 你这太没智慧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下地狱什么果什么因 这些东西我们是经历者 我们是实证者 可不是赵志经在这跟你们说的 这些故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一环扣一环 哪个地方你出了问题马上就报应就来了 所以我们是因果的见证者 我们不敢去做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实在不能速食就去吃三净的 三净肉不要献杀的那种 不要活蹦烂跳就把人的命给终止了那种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是你这个从地狱走的是从永泉穴走的 所以是永泉穴热的人他去了地狱 地狱当然有十八重 一层一层 根据你的业力 在地狱里干什么 就叫坐牢 死后坐牢 有的人说死后坐牢该我啥事 又是我的意识坐 又不是我的肉体坐牢 你现在有没有一个身体啊 有没有 连这都不知道 真是的 你们没身体啊 拿刀来我试试 你现在有身体 刀割会不会疼啊 那你在地狱里怎么没一个身体啊 你是转世去的好不好 你不是浑身去的 是真的有个身体在那做铁板烧 在那上刀山 下火海 你真的有个身体在受罪啊 你现在被刀割一下 你疼半天 你在那被刀割来割去的 你喜欢吃生鱼片 人家也一片一片的骗你啊 那一刀下去疼不疼啊 对不对 说割死了怎么办 割死了 凉水一斤又活过来了 这个地狱里的就是你的这个死不了 什么时间把债还光了死 说你这个喜欢烤活虾 铁板烧 烤一只 好了 死一次 对吧 你下去也是人家铁板烧你 然后烧烧烧 死了 没气了 下一被你弄死了 你也得死一次啊 死了以后把你往那一扔 凉水一斤又活过来了 所以你们要神通 在地狱里神通可广大了 想死都死不了 一会就活过来了 干什么 你的罪没受够呢 这些都是真的 不要以为他骗你 所以好好去看地藏菩萨本宴经啊 那是佛说经啊 你要修法 你就要相信圣者所说的是真的 他说我不妄语 我是实语者 真语者 真实语者 所以没有欺骗你们的意思 都是真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 那是身体 你做畜生道有没有一个身体啊 转世成猪了 有没有身体啊 有 你在六道里哪里没有身体啊 不是什么一般人说的 只是浑神被贬 那些的人都是没有真正亲历过的 没有神通的 都是一些经师 他不懂 那是真的 真的有个身体要下去的 没有浑神这回事 是生死的轮回 这是我们做新生课程的目的是干什么 带着大家来一次重生 那么这个 学会这些方法 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 五脏六腑进行改造 那么你可以获得健康 对自己的心灵进行改造 可以进行生命的提升 灵魂的升华 不堕三合道 那么神智在更高层次实行寄身成佛的解脱 这些都是可以成就的 释迦牟尼教的法是一生成就法 不是让你转世成就法 这个一生既要成就 所以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很多人成阿罗汉 成大菩萨 成P之佛 你们看经典 那么释迦牟尼的佛的法现在还在 传承还在 所以我们是负责把这个传承给你们的 不是让你们去诵经诵咒 我说是去台湾一个老太太 七十多岁 说着说着就给我跪下了 哭得一塌糊 这个大师的道场也去过 那个大师的道场也去过 去了人家就给他一本经 诵经 诵了两个月 他说怎么诵也不对啊 这我诵经能成佛吗 他说这个诵经也不对 不能成佛 不送了 去找 又去另外的道场找 找了大概五十多年找到我了 这个几句话把它点醒了 七十多岁老人家给我跪下了 这个一定要学 学这个生命课程 学这个生死解脱法 所以大家要珍惜 你找到一个明白老师可没那么容易 不要等我老人家不在了 你再来找我 那就难了 所以趁他还在 有点道行 跟他学一学 这个要学神通 所以这个神通不是显神通 一个人 如果你只有神通 你是个神棍 你不是什么了不起的 你现在被狐狸精附体都有神通 被蛇精附体都有神通 你要见别一个有神通者是不是真的正道修行者 看他怎么修炼过来 要问他的修炼史 是不是有师父教 还是这么一打百子就出来神通了 那个叫附体好不好 你们这边基本上有神通的 十个九个半都是附体的 真正实修实证出来的没怎么见过 所以这个要重视 有神通的未必是佛菩萨 未必是再来人 这个同时你说一个人已经成法王了 已经成佛菩萨了 已经成大菩萨了 结果他没神通 那只能告诉你一个 他是假的 为什么 天底下没有一个佛菩萨是没有神通的 他不能解决问题 他就是没有神通 没有神通 他是假的 那么是什么 经师 就像教小学幼儿园的 也是老师 对不对 他只是这个水平的老师 他到了菩萨这个层次 他教不上去了 那是属于大学生 研究生的水平的 他没有这个技术 没有这个能力了 他教不上去了 所以大家不要只是停留在 以神通鉴别这个人多高的层次不对 要看他能不能讲经 还有他的修炼史 第二个 你说这个人已经成了佛菩萨了 他没神通 这也不对 所以要辩证的去看待一些问题 但是有神通不允许你展现神通 因为真正寄身成佛是让你带着你进去那个空性光明 带着你无我进去那个空性光明里面 在空性光明里面 楠言经讲性一切者 你的如来性出来了 你的神通全部都是自性展现 心造万法 别人的业力 他的背后的因果 你可以通过度化他的那些跟他有因果的欠债鬼 来帮他消除业力 但当然的条件是他要皈依 他要修行 他要度众生 你才能帮他 你不能喂红包帮他 那就成黑社会老大了 收了保护费 你去保护他 所以你是要度化众生 你才可以 你不度化众生 你不可以 所以如果你认识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说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他见众生受苦 比自己受苦都难受 他非得要帮你 不受苦 这才叫大菩萨 如果看着你来受苦了 他在天上笑嘻嘻地说 应当如是 痛苦早了 业力还没消完 那叫菩萨 你拜他干啥 不是这样的 说菩萨 到菩萨的层次 他一定帮你瞬间卸掉因果 里面的冤亲债主 但是不是害他 不是把他抓去关了 那就是黑社会老大的 他帮你把这些冤亲债主超度走了 放成光超度了 这个从因果上 你没有这些讨债鬼了 你的业力就消了 病就不存在了 所以信一切者 如来信可以信一切者 它可以 如来信可以化成水 如来信可以化成火 地 水 火 风 空 都是如来信光化现的 这个叫空信光明的再造 所以你要学这些技术 有了这些技术才有后面的神通力 不是上去先学什么神通 所以大家要重视 找一个老师跟他学这个 先学空性智慧 再学怎么使自己的身体放光 这样你的身体会变化 你的心性会变化 你的灵魂会变化 进行了生命的再造 所以我们在起这个新生的时候 是用了新加坡的心 生是生命的生 新生的意思 英语叫reboat 重生 就是你自己回去再量台里再造一次 把这个软件换过来 把DNA的这个里面的密码换一下 换成光的密码 把里面的黑子给我超度光了 对不对 那就是重生就获得了 那接下来当你重生开始成功的时候 你都是纯光明 这个时候心想事成 所愿必成 求富贵 必得富贵 求健康 必得健康 4%的世间法要圆满 96%的暗物质世界的隐态世界的法圆满 你才叫大圆满 才拿到100分 你这100分里丢多少分 哪怕丢了一分都不圆满 所以一定要拿回100分你才能圆满 哪有世间法不圆满的道理 所以大家要重视是这样的一个修学 这样的一个新生课程 但是这个新生课程分12345年级 你先学一年级的课程 我们缩胆了 以前一年级的课程很长 我们把它压缩成实讲 一个星期开一次课 那是晚上学 有时间来道场学 没时间在家里看电脑学 通过internet连接学都可以 那么这个把它学会了 里面有理论有技术方法 然后食堂课完成了 合格的有两个作用 一个改造自己 你说我自己自受用 我不想帮人 这个可以改变你的身体状况 心理状况 身心都可以得到安逸 那么如果你有志向 要跟我一样的帮更多的人 那你就通过我的考试 通过考试合格的可以做教练 做教练有三种去向 一种你可以把它当业余爱好 就像人家教瑜伽也好 教什么体操也好 你做一个业余爱好 去教你身边的人 收不收费你自己决定 收费就要收版权费 你不收费 我也跟你一样随喜乐捐 不收人家的钱 你自己做主 你做新生教练 第二个方法 就是你跟我一起在你当地 开新生教练馆 你有钱我们就合资 没钱我投资你 那么你可以做一个职业 接下去我们的经济不太好 越经济不好 我们越有人找我们 为什么 他在烦心事多 要你帮忙解决 所以我们这个生意会越来越火 所以你如果失业了 你可以当成一个行业来发展 跟我一起 因为我在全球越界300个点 我需要一大批教练出来 那300个点我要1000个人 1000个人我现在还没有呢 所以你们都是第一批教练官 所以好好持证可以做教练 第三个你真失业了 真没有工作了 你又没有能力自己开教练馆 你来给我打工 我刚才讲了 你知道合格 我确保聘用你做教练 去带着别人受益 那么一个人有两个要做的事情 一个是职业一个是事业 职业是你要赚饭吃的 没有办法 你不做这个工作 你没有工资 你不能养家 你没办法生活 所以职业是赚饭吃的 养家糊口的 事业不同 事业是你这一辈子到死的时候都要干的 职业有退休 65岁70岁人家不用你了 事业到我们死的时候都在干的 就是度人 就是帮人 就是帮人的身心灵解脱 帮人没有痛苦 获得快乐的方法 所以你们有志向 这一辈子把事业跟职业合一的 我就收编你们来做我的教练 来做我的工作人员 但是你必须要自己练会了 通过考试 否则你这个歪嘴和尚 师父教一 你教1.5 都把它教歪了 那就没办法用你了 所以你先要自受勇练出来 然后才能做教练 但我鼓励你们中间很多有志向要度人的 要帮助人 这一辈子都不放弃众生 愿意帮助所有众生的 尽早的把事业跟职业合成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的教练是要发薪水的 我这里的工作人员是有薪水的 不是义工 所以我们OSS是传道 但是我们有收费 什么原因 我们要交房租 我们要给员工发工资 所以如果不收费 这个道场找到了 这个没有乐捐的 所以我们就只通过这个文化 传播的这个事业方式 这个是有收费 所以这个也是请大家理解 那么目的是培养更多的人才 开更多的道场给全球的人类 让他们都成功 那么剩余的时间就给大家说说风水 因为这个风水在世界上现在逐渐走向衰微 虽然这个现在从业人员很多 但是其中余木混珠者特别多 为什么 古代的这个风水师呢 他叫阴阳先生 阴阳先生你必须通达了一个本领 六道明白了 六道明白了就好 明白了就要出六道 那怎么出课程里面慢慢会教你们很多的方法 这个阴阳先生 他就是一个跟我们时速人不太一样的一种人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百分之四 现在是科学家说我们的物质界叫阳世间占百分之四 然后这个占百分之九十六 阴阳先生既要懂得百分之四的规律 这个物质界的东西它要通达 不要不通达 这个基本上在我们现在叫住宅城镇的规划设计 比方说你要盖个房子要找设计师设计吧 说设计你要懂 设计当然就有个比例尺 这个房子怎么盖 然后高度多少长宽多少 不然你就弄的不像个形子 住着就不舒服 所以现在西方设计者 很多公寓我进去给人调风水 都是什么三角形的多边形的 好不好不好 为什么不好 实际上很简单的 一个六合体 我们的房子天花板地板四面墙 就是这样一个六合体 六合体里面要干什么事呢 六合体它就是一个充电器 什么意思 天花板到地板 然后地气要上升 天气要下来 在中间放光 天为阳 地为阴 有没有放光 放光 然后四面墙 四面墙到这个要放光 这个前后要放光 然后光在中间 所以一个房子 你要把它分成上中下三个结构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长方形 我们就说长方形好了 所以它三分之一是天 三分之一是地 中间三分之一是人 所以这个风水首先是天地人的学文 就是你要三才聚在人气旺 天气要下来 地气要升升 中间的人气才旺 床要有高度 你们新加坡人特别懒 喜欢睡地铺 睡地铺的人我跟你讲 你的事业运很难起来 你的健康很糟糕 为什么 你只睡在地的这个空间里面 你没有睡天 你接不上天气 接不上天气的人 你上面没有大人物欣赏你 没有大靠山 还有你的老板不欣赏你 还有容易被别人踩 小人多 所以为什么 你只是在地这一层生活 你没有接天气 所以床要有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刚好你坐在床上 人接天地的光在你的胸腔正中央 就是床的高度 这个古代叫鲁班尺 今天有的人床特别高 不对 床特别低 睡垫子更糟糕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是科学 这个先天风水就是要重视如何在一个空间中 把所有的光聚在中央一个点 那么这里面地气 三分之一的地气 三分之一的天气 聚合起来有三分之一的人气 合起来人气就忘了 家合万事兴是家里的气合 不是装着合 我想跟老公吵架 不要吵了忍啊 忍成肝癌了 所有的病现在白领最容易得癌症 什么原因 就是有气不敢发 老板咚咚咚骂几句忍啊 同事说一顿忍啊 回到家里老婆念几句忍啊 这一忍二忍毒气全都向内走了 变成癌症了 不要忍啊 大不了不给他干嘛 对不对干嘛忍啊 但是还是要忍啊 现在工作不太容易找 来跟师父学功夫啊 学功夫 呵呼唏嘘似蓬 六字气一念 不忍了 化光了 不但自己化光了 把老板都弄笑了 他骂你 你不生气 他不就笑了吧 所以大家要知道 科学就是掌握着一个生命光 再造的一个原理 那么这个秘诀在哪里 这个秘诀 风水的秘诀在调高地气 调高地气 所以是我的师父传觉的时候他告诉你 地高一寸 天阶一寸 地高一尺 天阶一尺 地高十丈 天阶十丈 什么意思 就是你把地气调高的时候 天气就下来接 再调高 更高的天气又下来接 一千米的地方 天也接一千米 你这个空间里面就有两千米的能量 两千米厚的能量 厉害不厉害 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住家都是住楼的 住楼的就存在一个问题 楼层越高 地气越薄 是不接地气 你们中间可能有住高楼种花的就有经验了 花很难养 越高楼越难养 但是你放到地下马上就枝叶繁茂了 不接地气呀 怎么办 调高地气 调高地气怎么调 好 你们看到我们这里 再跑到后面去了 待会看 在那有一个高的风水球 这个风水球是自然的石头做的 所以他必须要把地气用水 水是气之母 我们所谓的风水的风是什么 风是气流动起来形成的风 所以不要搞迷信的风水 要找科学的风水 什么是风 风就是气的流动就是风 所以气哪里来的 气是水升腾上来的 对不对 自然界中有湖有海 所以这个阳光一照 水蒸气生成了 那大地的水通过这个小草 通过树木阳光一照光合作用 它一拉把地气升起来了 树一高挥发到天上去了 在中空一流动形成风了 所以有树有草的地方风很凉爽 为什么 它是地气拔高的 在水面上起来的气不高 所以是平面在地下流动的 只有高山上面的树跟草木拔起来的气 才在中间流动 所以有高山的地方 人很舒服 我们新加坡也有高山 总比没有好不要笑 OK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拔高地气 所以非得在家里设一个高的风水球 气移进来以后 拉高 拉高以后气在高处流 天接高 刚好在你们坐的这个位置上 就有人气了 人气就起来了 所以人气起来了 人就愿意来 一个商场开门 没有人再好的东西不赚钱 人越多 人气越旺 钱赚的越多 那个商场进去以后是个闷罐子 热死个人 进去就憋 人进不进去 不进去 什么原因 风水不好 气不流动 气流动了 人有灵性 去那天热了很凉快 然后在那吃东西心情很好 有一些地方你一去也在那吃东西 本来不想发脾气都发脾气了 那个食物也怪怪的像鬼吃的一样的 难吃死了 所以那些地方你还去不去 不去 风水不好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一阴以阳为之道 什么叫阴阳先生 懂得把阴跟阳在空间中放光的师父叫阴阳先生 另外 在通96%的暗物质应用的师父 炳太师界他懂的师父才叫阴阳先生 你们用这个标准来评判你们见过的风水师 他只有4%的本领 物质界的本领 在这摆一个东西 在那摆一个东西 其他他不懂 你跟他说地气不懂 天气不懂 天地人三才不懂 总是个不懂 不懂装懂就变成大事 这是今天你们见到的风水大事 所以古代师父带徒弟 师父要带出徒弟先练功夫 体道于身 体道于心 通过身心向自然界感应 像我去给人调风水 先要看母气从哪里来 一个地区 总有一个气眼 地下水 汇合的点 上来的气 地气升起的地方 要找到那个地方 看你的宅门开的 是背着那个方向还是应着那个方向 背着 你这个宅是背运势 什么事都不顺 要想办法见气路 把这个气给你引到正门来 然后从正门进去 然后才能够调顺你的风水 所以是地理师不太好当 你要有功夫 不是说看哪里有水沟哪里 那是间接的 直接的就进去 先找地气从哪儿升起来 怎么进你的家 然后怎么把它调望 还要清宅 把家里的那些鬼啊 那些动物仙啊 那些不好的东西清出去 所以先天风水 师父带徒弟 你没有功夫完全练不出来 实际上我这个风水课是特异功能训练班 你这个没有特异功能 你根本就不能做我的风水师 你根本就是去外面学几本书而已 师父带徒弟先带徒弟练功夫 练出特异功能 你才能去找地气 咱们这里有个同修 他认识我第一天就决定跟我去加拿大的人 当时我只是跟他讲 加拿大我去了 太赞叹了 牢记山脉 然后那个市从这到这 我一划了他的毛就起来了 他马上感应到那个不一样 哇 这么大的场 我要去 第一次他见我 就决定去东北龙跟我巡龙找穴 为什么他感应到了 那个不一样 然后他心生欢喜 这就是功夫 你别看我手这么一划了 那个场已经到也来了 所以在台湾也是 他们几个大师跟我去调风水 实际上我知道他们在考我 他们故意找那个人的案例 去考考这个师父到底怎么样 结果我去一看 他的那个气眼在哪里 他门斜了点 气没进去 气从别处走 他说师父怎么办 我说这还不简单 我说体验一下 你们站着 他站着 等一下不一样 他说什么不一样 我说我不告诉你 告诉你说我心里暗示 对不对 然后我这个不告诉你才叫 你体验到了才叫真实 这个为什么 他都是真实相啊 他就是真实相啊 所以释迦牟尼说我讲的宇宙真相 这个生命实相 真的不骗人的 我把手这么一划了 然后那个一旋 我还站着他门口呢 那个眼大概出去五六百米 我都没有去那个眼上 一划了往这一拉 每个人哎哟 我说什么东西 我说老师什么东西 我说地气啊 他说地气怎么这么一划了就过来了 我说那是功夫 那当然一划了就过来了 你还等着什么在那钻井啊 打气眼啊 还要把那个地气从地上引向来 那多么笨的风水师啊 所以告诉你们功夫啊 所以我的这个先天风水 他们说老师你得出大纲 我说我才没啥大纲 我就一个就是胡说八道 每一个人来肯被我折腾 然后愿意成为大师的 你就跟我来学 不愿意的你别瞎掺和了 因为你这个光看着又讲这个又怎么悬空 又是乱七八糟的 那是骗你的 有什么用 那些东西你看书 我还就不给你讲 你来我这就学一个特异功能就行了 如何把地气一拉就拉上来 天气一弄就下来 就学这个功夫 学了这个我再告诉你 怎么地把那个气给锯过来 就像气进来 从那进来 那你要有个眼给他 有个地方给他锯 所以是空性光明 在佛法中他应用到风水学上 你在这个屋子里一定要有一个空给他 空给他如来性光在那才能够生成 那个阴阳才在那生成如来性光 然后才能放光 有了光这个宅子不就亮了 有了光这个宅子就变成充电宝了 你累了一天回到宅子里面 就好像冲了电了 人马上精神了 也不想睡觉了 然后这不就冲上电了吗 所以先天风水就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把六合空间放光 生光 是它充满生命光 让在宅子里的人都受益 我这个给人调风水 然后有一个人家里很暗 很黑 调了以后他女儿回家 他女儿之前是不信我们这一套的人 就跟他妈说 他妈呀 我们家换灯泡了吗 他每天回家都这个时间下班 他今天回家家里特别亮 他以为他妈换灯泡了 换新灯泡了 他妈说没有 就是张老师来这么走一走 然后把那些鬼给我赶走了 说太多鬼在家里 黑不溜秋了 然后他就这么跳筒 跳跳跳了下 然后这个房子就放光了 然后他女儿说很奇怪 但是带着不相信的看法 但是是事实 为什么他觉得换灯泡了 就没换灯泡 然后这次去台湾也是 台湾他们是念佛的 夫妻两个念佛念多少年 就以为念佛就能够往生 我说念佛不能往生 你要学方法跟他们开导 上次满意上师来参加法会 他们虔诚地从台湾赶来参加了 这次人家打谢我 听说我要去台湾一定要请我去他家做客 还要请我吃饭 我跟工作人说 我这个人最头疼的就吃人家的饭 然后跟人家一坐闲聊两三个小时 把我的生命光都浪费光了 最懒得去吃人家的饭 所以你们最好不要请我 但是人家这么热情 我说就应成了去吃吧 然后去了人家说先去他家坐坐 坐坐越看越不顺眼他家 这个师父就是这么个坏心肠的人 看到哪不对老想帮人改一改 然后就开始说到这儿风水位你压了 那儿不对 然后要把这搬一搬调一调 把这个柜子怎么转一转 完了以后就给他进行了一个指点 就是搬搬柜子 就是把一个空间给让出来 然后又多事儿 又给他调了调场 把这个利己 天地要在房子中间要生成一个利己点 阴阳在那个地方放光充满整个房子 就像这个地眼 就是泳池里面有一个有水 但是中间有一个专门往上喷水的眼 那个叫利己点 又叫阴阳眼 又叫玄关窍 要把他打开 打开了天跟地就在家里放光了 就不停地像住在这里面的人共的 就给他调了 调了以后第二天 他一个跟他几年的佛友 也是个大师级的人物 跑到他家里去做客 进去以后他就是说 老师你装修了 老师说没装修啊 还是原样子 他说不对 你等一下 我感觉哪里不对了 这个绝对不对了 哪里不对了 这个正光化亮的 整个家里全部变成亮了 你没装修怎么会这个样的 然后这个老师就说 昨天来了个张大师 然后在我家这么嘚嗦了一下 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人家说 哇 你赶紧引荐 这个大师才是真正的高人 就他们这么一划了 怎么搬了几个东西 你家里就放光了 因为他也有多少年练密宗练什么练过 他马上体验到不一样 所以说完了 这个大师我一定要见 通常吹牛的太多了 人家这个不吹牛的这么一稿子 完全场不一样 所以要重视一个场 是否放光还是耗光 所以你的住宅是个耗散场 你进去你本来在外面活蹦乱跳的 一回到家里就累 为什么 耗电的场 把你的电都释放了 耗散场 那么如何把这个住宅变成一个凝聚场 就是把光都聚进来 变成充电宝 所以你在家里一会儿就精神了 从外面一回来就精神 所以调过风水的住宅 家人都不愿意出气 都喜欢待在家里 为什么 里面都是充电宝都在放光 之前是耗散的都不愿意回家 像这种案例太多了 所以我的风水师是风水师培训班 不是风水培训班 你们要加一个字 是真正的要用一年的时间培养一批真本石料的风水师出来 目的很简单 就是现在的人 无论是玄空 无论是八宅 都是嘴皮子道 都是赵书学的 没有真正师父带徒弟 因为他只要不修炼 他又没办法调动天气 调动地气 调动龙脉地气 我们这次去香港 香港是富贵龙珠 九龙会卖地 是最高的地理格式 当时在龙珠上 把他启动了龙珠以后 九龙特别赶 赶紧让我说 你让你的学生赶紧求财 满他们的愿 我就跟我的学生就在唠叨 我说你们赶紧求财 快的14天就见验了 慢的三个月也见验了 赶紧求财 人家有聪明的说师父领到了 我就赶紧求财 有一个人就马上发愿求财 求完了 他想我是个公职人员领工资的 我又不买佛低 又不买彩票哪来的钱 他自己嘀咕 嘀咕完了赶紧摇头 不对 师父说有一定有 结果回来准准14天收到一笔很大的财 是亲友的一个捐赠 他都是莫名其妙从天掉下来的一笔钱 人家也愿意拿出这笔钱来支持 要真正想学到学老师的课 钱不够的可以申请贷款 所以我们这也建立一个红法基金 真的你们想上课没钱的 可以向苏老师报个道来申请一点贷款 那这个钱是要你们还的 不是不还的 是要还的 只是分期付款还人家 可以解决前期资金不足的问题 那么这个就告诉你风水的验证在哪里 这种气所有的能量转换物质是真的 是你先把自己的能量提升起来 物质世界才会发生变化 你的财富才会发生变化 你的官运才会发生变化 我们有一些徒弟 他们在我们来上课之前都是小职员 学生都是小职员 他们现在都升官了 做什么都工的 做什么总监的 有的都神奇的把全球业务老板都交给他了 所以薪水当然就涨得不牢少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我们的改变在于能量体的改变 你要从阴阳能量学上去认知这些东西的科学性 而不是迷信 迷信一个老师 迷信一件事不足取 我在这从来不搞迷信 是讲真功夫 真修炼 能量学 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提高自己生命的量级 使自己的能量级提升起来 使自己的生命光的纯度 量级升华到一个高度 那么它转换出来的物质 转换出来的名声 社会地位 钱财就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这个秘法有一句话 求财富得财富 求健康得健康 求婚姻得婚姻 求生孩子还能生孩子 我们有很多这种案例 40多岁 第一胎都顺利的顺产 所以这种案例太多了 我们不是一批嘴皮子刀 是真干的 所以只要你敢改变自己 那么通过这个先天风水 这个的改变是力量很大的 因为这个叫全息科学 也就是在你自己体内 你把它变成一个能量聚集体 但是你的宅子比你的身体大 你身体是个小发电厂 你进去你的宅子 结果它是个耗电厂 你看你这么个小小的发电厂 哪够它消耗的 他说你怎么不把房子也变成发电厂啊 一天你这个小房子带着到处跑 像个蜗牛壳被你背着到处跑 消耗能量 对不对 回到家里 家里就是一个发电厂 一街上马上就冲回来电了 你的办公室 住宅 那都是发电厂 那你不就很快就不浪费自己的电了 就充电足了 那阴宅风水更重要 那么它里面有你祖先的物质 它有祖先的DNA 那么它在跟你不停地连通着 它是通过孝道传递善的能量给你 通过你的不孝传递恶的能量给你 有的人说 为什么罪都跑到我们这一家了 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好 那你要问自己 你开启的是不孝的开关 还是孝的开关 你孝的开关 它获得的就是善德的加持力 你开的不孝的开关就是恶报的加持力 这个量子科学告诉我们 在这个好坏 生死之间 在你的意识未并行之前是两可的 也就是说他叫谢定额的猫的理论 他们把一个猫装在一个毒气室里面 如果你不小心开启一个开关 这个猫就是个死猫 为什么 那个毒气就把猫堵死了 如果你不动那个开关 它就是一个活猫 到底在科学家的眼中 这个猫是活的还是死的 取决你的善跟恶 你善你就不会去打开那个恶的 让它死的开关 你如果不善 你不小心就触动了那个恶的开关 毛就死了 你的事情好跟坏 在未定之前都是两可之间 可以好 可以坏 看你打开哪一个开关 所以我们修行有素的人 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哪怕一个是小小的恶念都不起 纯净的善念发动 所以接下去的人生 纯善的展现在你的面前 哪怕你动一点小小的恶念 必然有恶的事情发生在后面 所以你们没有智慧去找一些风水师 找一些命理师 乱说命 你倒了没了 你下个月一定撞车 然后你说yes 一定会撞车 你不撞才怪 量子的理论就是这样的 它在未定性之前 它是未定的 什么叫定业不可转 你未撞车之前 这个叫未定业 佛法里说的定业 未定业 是你的念头动没动 没动之前 没成生之前 它都叫未定 就是还没有决定啊 叫未定业 定业不可转 是已经发生的东西不可转 你撞车了 你想再让他不撞 我遇到个大师可以时空倒流 你神经病啊 你进精神病院去了 已经撞车了时空倒流再不撞 不可能 定业不可转 是这个道理 撞了就是撞了 对不对 什么神通可以时空倒转不撞 一定会撞 然后未定是说你明天从命理上我看出来 明天有一个契机你可能会撞车 怎么办呢 所以找一个功夫师去说上几句好话 最后走的时候师父告诉你说 放心吧 明天不会撞车了 你说好 师父明天不会撞车了 就这样走了 明天一定不会撞车 为什么 已经改了 什么叫改了 就是为什么全凭心意下功夫 所以说你们去找一些没有道德的命理师 他为了准 你知道什么叫准啊 叫灵验啊 懂不懂 我说你撞车一定撞 你会不会再来找我 不会才怪啊 为什么很准呢 所以你们找的都是些什么人 都是害你们的人 他说撞一定会撞 他说你倒霉一定倒霉 他说你失业一定会失业 你觉得这个人很准 你真没有智慧 既然是很准 你看他干什么 你反正该发生的要发生 你去看他干什么 你还把他红包给人家 钱又给人家 事还是一定要发生的 你们的智慧到底在哪里 说我要去找一个老师干什么 找老师看命不准了 说我命里要撞车不撞了 命里不撞车当然也不要撞了 不要说命里不撞车他不准了就撞车了 你们的脑子老是歪着想干什么 这个东西叫诸恶不作众善奉行都是善念 出去的全是善念流转 一点恶念没有 所以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先从念头转 懂了没有 不是事上转 你念头转了事就转了 歇定恶毛的理论就是他告诉我 在生跟死都可能发生 你怎么选择 全在你的心念上下功夫 你让他生 他就真生了 死定了 他真死了 明白了吧 这都是未定义 所以全凭心意下功夫 所以去找功夫是干什么 叫解 化解 化解你的一些不顺 到师父那化解的时候 师父只说好话 不说坏话 有的人他因为心念力没有相应 什么叫信 师父说不会撞就真不会撞 你信师父真不会撞 师父说不会撞 你去找另外一个师父看了会撞 你就在那想到底会撞还是不会撞 又回到不定态了 又回到不定态了 然后又找了一个师父 那个师父说一定会撞 俩师父说会撞 一个师父说不会撞 那我就信会撞 那一定死了 一定撞了 全凭心意下功夫 我们佛法的几句话语都是咒语 要下功夫就是保持自己的善念流转 一点恶念不生 从这开始 叫诸恶不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意呀 心干干净净的自尽其意 就是纯善流转 就是纯善流转 纯善流转 所有的事情都向善流转了 这个就是秘诀 所以大家要重视我们整个的训练 风水师的训练 所以最后你给人家调完风水 一定要祝福人家 说好了 从今以后 事业顺利 家庭幸福 什么都没完 你现在求什么都得什么 然后最后加一个 好了 走了 这是最后一定要说的一句话 好了 就是完了 给他定了 好了 再赶紧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拿着包就走 不然他又跟你说了 哎呀我这个 这个 哎呀我这个 我听说我的工作要死我了 要什么 他又跟你胡说八道了 又在那个心动一摇了 就好了 定了 就走 把格定了 就完事了 所以这些都要学 就是心意怎么调整 怎么流转 然后这些都是技巧 所以说我的风水师课程很简单 不教你们什么风水 就是特异功能训练 用12个月 一个月上一次课 5个小时 星期六星期天 一个月上一个星期六星期天 没有时间可以看DVD 可以在这个Internet上学习 因为现在加拿大有人报名 香港有人报名 台湾有人报名 马来西亚有人报名 所以你们新加坡也有几个报名的 所以是 那么将来是一个 看在哪个地方讲 但是最后有几堂课一定是实战 就是我要带着你去人家家里看风水 我要带着你去工厂看风水 在坟地里看风水 然后到这个大山里学砍渔学 那么我的学费是很贵 但是你比方说我带着大山修炼的 他每天要给我一百块的学费 那你十天就是一千块 但是你们风水班去这些砍渔的地零点的学习 是不要再收费了 你交你的住宿机票费交通费就好了 那个课程费没有了 就含在大风水课程的费用里面 目的只有一个训练一批 真正的懂先天风水 能够帮到人类 使我们的武术相学不再绝传 不成为绝传 成为真学 因为现在很多人找人看了风水 诽谤风水 为什么不好使 真不好使 找着这个 悬空搞了一堆东西 花了几千块 搞了那个八人 又把床也摆歪了 把什么也摆歪了 也不好使 最后说这个风水学是骗人的 没有功夫的人就是这样 他不是想骗你 他就会照着书这么摆一摆 那你去买几本书不就行了 真笨 还花那么多钱 他都是书上说的 你找着书对着看一下不就完了 我们要训练一批真干的 真有功夫的 真能把人家调动的 一呼啦 天下来了 地下来了 一呼啦 气迈进来了 然后屋宅放光了 然后命运改变了 所以我上次有一个学生也是这样的 他找人看他的命 谁看都是这几年要丢工作 他有五年的没运 好运过去了 这五年就是连绵的都是不好的运 咱们新加坡十几个命理馆他都看了 他这个老师他先来找我看命的 看命看到他这五年的时候 我硬不说他不好 他就是老怀疑我不准 最后他们就重点说你给我看看后面五年怎么样 我就说五年还挺好的 可以转运 然后他一看你跟别人说的都不准 十几个大师说的都是不行了 你这说的不准 最后他说实话了 他说我跟你说 我看了十几家命馆 我才走到你这来的 人家都说我不行了 我说到我这没有不行的 你只要肯改一定会行 我说我这个给人看八字是改命的 把你不好的都说破 然后改成好的 这就叫大师 人家这个命盘很准 八字论命 子平论命都很准的 这些你翻开都是公式 一加一等于二 你添就行了 谁都会添的 但是我们真正学这个的 你不能这样搞 你就一定把他那个不好的命给他说破 转成好的 你就改造命运了 才叫大师 能改得了的才叫大师 所以最后我说你要 我就要帮你调风水 一命二运三风水通过风水改 他家里两个大紫金洞是一对 放在两个墙角里争彩 我去了 好了 你这有保卫了 完了以后我就给他聚在彩位上 然后再加个风水球 一拉 好了 漆进来了 行了 我说什么都搞定 把他两个住的地方都调了 调了以后我说行了 你将来这五年命会改的 结果他真有机会就把命改了 大家要重视风水对我们的命运是一个助力 简单就是增加你的生命能 你的生命能已经被你耗光了 在接下来的五年没能量供应了 你肯定就不行了 这是你的命理上演示出来的规律 这五年一定是天体的物理作用你一定是不行的 但是你通过地理的风水 祝望它 给它充电 它就改了 所以我们真正的功夫师 真正的命理师 一补星象 武术大师 五种技术 不是拳脚的武术 都是要帮助人家改造命运的 改造成什么命运 告诉你们 释迦牟尼也是凡夫啊 观音菩萨也是凡夫啊 所以如果是观音菩萨不能改造命运 释迦牟尼不能改造命运 他今天还是凡夫啊 正因为他改造了命运 彻底的借助天地人三才 借助过去世 现在是未来世的力量 天地鬼神的力量 万物的力量 众生的力量 才使他由凡夫命改成了佛菩萨命 他才成就了佛菩萨 所以我们真正学地理风水也好 学命理也好 真正帮人家改造命运 你就彻底一点 帮助他脱离六道轮回 成佛菩萨 他的命运就真改变了 这就是我们先天风水要帮助人做的事情 时间的关系就分享到这里 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感谢 谢谢